新闻话题来聚焦 副总统赖清德出访时过境美国 再度引发对岸的反弹 中国宣布在台海周边 进行海空联合军演 而蓝绿白三党总统参选人 都同声反对 侯友宜表示 这些无助于两岸发展 反而会阻碍两岸关系 甚至造成台海稳定的挑战 柯文哲也表示 这种军演骚扰 对于两岸关系的改善没有帮助 而面对中国的挑衅 国军加强戒备 国防部也公布了海军填单舰 监控共军徐州舰的画面 有信心确保国人安全 中国东部战区 在台湾周边海空域展开军演 国军加强戒备出动兵力应对 海军也出动填单舰 严密监控中共的徐州舰 国军19号早上到20号早上 这段时间征获了45架共机 其中27架越过海峡中线 另外有9艘共舰在台海周边活动 共军挑衅国军官兵 坚守岗位加强战备寻印 地面部队强化防空跟突发状况硬处 对然就是剑指副总统赖清德 出访时过季美国而来 退伍前我都持续照顾 部队弟兄的健康 现在我也在守护这块土地上 每一个人和每一只 可爱的猫小孩 赖清德虽然没直接回应军演 但透过YT最新影片 分享在金门当兵的时光 要守护自己的家园 选政的对手侯友宜跟柯文哲 有志一同呼吁对岸停止破坏台海稳定 这些都无助于两岸的发展 反而会阻碍两岸的关系 甚至也会造成海航稳定 以及七亿和平的挑战 在中美对抗的局势下 台湾其实在中美之间取一个平衡 那如果台湾一直往美国靠过去 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你大陆一直把我们推过去 所以这种军演 骚扰的 对两岸的这种关系的改善 没有用处 军演引发台湾民意反弹 就怕反应在2024大选的结果上 要选的人都表态 中共此举无法被台湾人民认同 记者 下面李明州 台北报导 我一位 没有出席 军演出